多謝網上的狗友提供 今天我們會去錦田的紅磚屋 看看有什麼玩什麼吃 看到牌了 錦田紅磚屋 現在要找它的停車場 沒有位置 我們現在改拍駿興停車場 駿興停車場是20元那小時才對 20元 車程距離紅磚屋就1分鐘左右 由駿興停車場走回來 錦田紅磚屋就大概3分鐘 到了今天的第一站 就是錦田紅磚屋市集 斯文一點 提點帽 這個市集也挺大的 這個有蓋市集也挺好走 裡面會有些小食亭 中間好像有個食物店 嘩 這間古董店很漂亮 原來那間網紅的咖啡 就在這裏了 剛剛就問了負責人 他就說這裏就只是開星期六日 每日就有五節 每日就九十分鐘 我們十點鐘開始 就做這個登記 那你們可以選任何一個時段 噢 那今天呢 那個經驗就是十一點半 就已經是全部 覆蓋了 覆蓋了 最早的朋友 就是九點鐘 我已經看到他們在等著 其實每個時段 除了上面呢 這三個時段呢 後面這幾個時段呢 都有機遇 有些是no show 我即是walk in 那你便可以等一等 這次去不了啊 不過到此一遊 我覺得已經夠了 嘩 如果要一早九點 來訂位那間土耳其咖啡 然後要在這裏走幾個小時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來的 去不了這間土耳其的咖啡都不要緊 他這裏裡面呢 有一個好像foodcork的地方 都有些東西吃的 買了一些生平麵啊 碗仔翅啊 燒賣 價錢都上可接受的 還有支蘋果雪梨無花果 市集裡面就很乾淨的 哇 廁所呢 骯髒得不得了啊 垃圾房滿了 都沒有人清 紅磚屋旁邊呢 有間泰國餐廳 去植物牆挺特色的啊 離開錦田紅磚屋啊 原來這裏是很近另一個景點的 開車就四分鐘 那我們今晚就在這個營匯坊那裏吃飯啦 啊 幾好feel啊 這裏 是一個很小的廣場 哇 好靚啊 有很多小狗 哇 好可愛啊 哇 即將開業敬請期待 寵物主題玩樂 Walk in 預訂到這間聚點美食工房 還有一間咖啡店的 這裏 還有一間咖啡店的 好靚仔啊 好開心啊 讓我們吃到這間聚點 之前上網見過的 不過網上的電話是沒有人回Whatsapp的 今天walk in 過來呢 幸好有得吃 還可以帶狗狗 齊一點 哇 乖乖 不過呢 椰子雞煲呢 就沒有什麼椰子味 都幾淡 不得不讚呢 就是這裏的玄藝 真是好美啊 為什麼不種多這些樹呢 好有氣氛的 好美啊 好美啊 雖然小小小的 這個地方 Coffee又 見不見我啦 哈哈哈 Walk in 哈哈 哈哈哈